第五章 厄弗所书 厄弗所书第五章 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 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 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 就如基督爱了我们 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 献于天主作为轻香的供物和祭品 至于邪淫 一切不结和贪婪之事 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 如此才合乎圣徒的身份 同样 毁舌 放荡和轻薄的弃言 都不相宜 反要说感恩的话 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 不论是犯邪淫的 行不结的或是贪婪的 即崇拜偶像的 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 都不得承受产业 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 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 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些背翼之子身上 所以你们不要作这些人的同伴 从前你们原是黑暗 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 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 光明所结的果实 就是各种良善 正义和诚实 你们要看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 反要加以指责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 就是连提起 也是可此的 凡一切事 一经指责便由光显露出来 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 为此说 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 从死者中起来吧 基督必要光照你 所以 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 不要像无知的人 却要像明智的人 应把握时机 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 因此不要作糊涂人 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 也不要醉酒 醉酒使人淫乱 却要充满圣神 以圣荣 诗词及属神的歌曲 互相对谈 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 为一切事 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时时感谢天主父 又要怀着敬为基督的心 互相信从 你们作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 如同服从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服从基督作妻子的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 你们作丈夫的应该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了教会 并为他舍弃了自己 以水洗 直言语 来结证他 圣化他 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 没有瑕疵 没有奏文 或其他类似的缺陷 而使他成为性结和没有污点的 作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 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 反而培养抚育他 一如基督之对教会 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此 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以人成为一体 这我被珍视伟大 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总之 你们每人应当觉爱自己的妻子 就如爱自己一样 至于妻子 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 ắm 好 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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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